HELLO,大家好,我是老哥 我们在一起等待天明 没人敢吹袭最后一根蜡烛 因为听说当讲完第100个怪谈 最后一根蜡烛被吹袭的时候 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没人敢去触碰这个经济 这个召唤鬼魂的游戏 就是著名的百物语 百物语里面究竟收录了什么样的怪谈故事呢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日本三大怪谈 日本三大怪谈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闽巫夫,又被称作阿菊怪谈 葛氏北斋的百物语之闽巫夫 描绘着阿菊的鬼魂幻化成像蛇一般的身体 从井中飘出 身上串着一个个价值不菲的圆盘 江户时期的大阪城内有一所豪宅 是封城秀赖遗孀养老的地方 豪宅内有一口很深很深的井 夫人死后,院落荒芜了 后来一位叫青山主善的官员 带着夫人与婢女们住在这里 而阿菊便是众多婢女之一 故事发生在某年年尾 主善叫起了宅内的仆仪婢婢女 吩咐大家,新年年初将招待贵客来家里 他打算把德川家康大人所赐的十个珍贵盘子 摆出来让贵客欣赏 所有人都要格外小心谨慎地保护好这些盘子 新年宴会当天 有猫闻到了味道跑进厨房 打算偷走盘子上的鱼 阿菊上前赶走那只猫 却一个手滑把手上的盘子弄掉了 变成了碎片 阿菊被吓得脸色苍白,愣在原地 主善得知之后,勃然大怒 疯狂地向阿菊拳打脚踢 边打边喊着 十个盘子,少了一个 就用你的一根手指来赔吧 说着就拔出佩刀 把阿菊右手的中指砍下 主善走后 阿菊顾不得伤势 抬着血淋淋的手 捡起一个又一个盘子碎片 一边啜泣,嘴里一边数着盘子 一个,两个,三个 地上,盘子上都被染上了他英雄的鲜血 其他仆人婢女们都冷眼旁观 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 在那之后,阿菊默默消失了 平常所在的地方都没人看见他的踪影 夜里有人传说看见鬼影 甚至听到有人在数盘子的声音 到了后来,主善夫人生下的孩子 竟然缺了右手的中指 府里的所有人都被搞得人心惶惶 某天夜里,主善被水井那头传来的声响吵醒 他拿起配刀,缓缓地走到水井前面 忽然间,眼前浮现出一个惨白的身影 劈头散发,嘴里念念有词 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老爷啊,这里少了一个盘子 老爷 主善被吓得不轻,在院子里大吼大叫 夫人听见声响,来到后院一探究竟 这时,耳边又传来 老爷,主善老爷 主善吓得拔刀乱砍,嘴里喊着 走开,快走开,你这该死的女人 手起刀落,传来了一声尖叫 这把刀直挺挺地插入了女人的腹中 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夫人 但主善这时,早已精神错乱 把配刀从夫人的腹中拔出 对着空中乱挥乱砍 家中的仆人婢女健壮,纷纷收拾家当,逃出大宅 后来,有人请了和尚为阿菊送金证婚 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老爷啊,这里少了一个盘子 老爷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只见阿菊嘴角于手上流着血水 嘴里不断数的盘子 没数到第九个,就会哭着说少了一个 接着再重复数盘子 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少了一个的盘子 和尚见状,到大宅内找齐了盘子碎片 重新拼在一起,放入井里 开口送金,最后说道 阿菊小姐,第十个盘子在这里 请您好好安息吧 阿菊松了一口气,轻轻说道 哦,太好了 阿菊的灵魂渐渐消失 庭院中弥漫着一股香气 地面上的虫涌化作一只又一只的蝴蝶 飞入夜晚的天空中 阿菊的故事流传至今 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版本 学者伊藤篤在著作《日本的敏文夫传说》中 确定了日本全国各地至少有48种不同版本的阿菊传说 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 主角敌人青三郎是一位浪人武士 因缘机会下,结识了一位叫阿璐的少女和他的仆人阿米 青三郎与阿璐很快坠入了爱河 但由于阿璐是名门家的女儿 门不当,户不对的 女方家人禁止阿璐与青三郎相会 更打算把阿璐嫁给附近的大户人家 阿璐相思沉寂,从此疑病不起 青三郎心急如焚地想探望阿璐 却始终被拒之门外 只能回到住所,天天思念着阿璐,难以入眠 某年的8月13日,也就是于兰盆日的晚上 青三郎在家里,听见门外传来 卡卡卡卡卡的目击声 接着是一名女子的声音,轻轻地呼唤着自己的名字 青三郎认得这个声音,欣喜若狂地打开了门 果然是阿璐和阿米,提着会有牡丹的灯笼,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阿璐告诉青三郎,自己为了他与父亲断绝关系 被赶出家门,目前与侍女阿米在外面租屋居住 两人互诉钟情,一夜缠绵后 阿璐与阿米趁天未亮,每人发现时离开 至此之后,阿璐和阿米每天晚上都会提着牡丹灯笼 来到青三郎的家相会 住在隔壁的邻居阿藏 每天晚上听见青三郎家传出女子的声音 又看着青三郎日渐消瘦的脸庞,觉得很是奇怪 究竟是什么女人,会把一个男人搞成这副德性呢? 于是趁着半夜,忍不住经过了青三郎家 又忍不住透过窗纸,往屋内看了一下 不看还没事,这一看直下的阿藏差点昏倒 这也许是他此生看过最诡异的场景 只见青三郎笑嘻嘻地抱住一副皮包骨 披头散发,没有下半身的女尸 在昏暗的房间内自言自语 阿藏吓得逃回家里,一直忍到隔天早上 才把前一晚所看到的事情告诉青三郎 青三郎惊呆了,连忙找人打听阿禄的消息 原来阿禄早在几个月前就去世了 而阿米因为太过伤心,也跟随着主人一起离世 青三郎听到了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瞬间害怕了起来 于是委托寺庙的和尚到家里来诵经除恶 并且将屋内的窗户以及出入口 都贴上驱轨的符咒 防止妖魔鬼怪进门 这天晚上,阿禄和阿米果然无法进到屋内 在外面徘徊了一阵子 只能深心懊恼地回去了 隔天晚上,阿禄苦苦哀求阿藏 把门上的符咒统统撕掉 并愿意以百两黄金做交换 于是贪恋钱财的阿藏 当着阿禄的面,把驱轨的符咒一一撕去 阿禄和阿米溜进了青三郎家 隔天早上,寺庙的和尚来到青三郎家 看见了屋内的符咒都已死去了 心中暗觉不妙 可惜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地上躺着青三郎的尸体 旁边有两具女人的骸骨 其中一具白骨,手还环绕着青三郎的脖子 而一边的牡丹灯笼,灯火早已熄灭 在东京四谷卓门丁 有座鱼园道河田宫神社 这间神社位于田宫家宅邸内 供奉着一位名叫阿妍的女性 这位阿妍是初代田宫家的女儿 是原路时代真真实实存在的女性 也是本篇故事的主角 与先前两篇故事一样 四谷怪台也被改编成许多版本 故事发生在原路时代 传说田宫家的独生女田宫妍 因为染上了天花 痊愈之后满脸都是痘疤 头发卷缩 右眼上还有一块很大的紫色胎记 当年她正值21岁青春年华 父亲想为女儿招罪 让女婿继承家业 却迟迟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一位长相俱美的浪人 叫做伊佑未门 因为生活穷困潦倒 急需一笔俸禄过活 于是请了媒人 在花言巧语下 拘了阿妍 成为了田宫家的女婿 新婚之夜 伊佑未门看了妻子的容貌 差点下孕过去 但是为了钱 只好闭着眼睛忍了 自此性格温顺的阿妍 一直忍受了丈夫的冷漠对待 暴力相向 事过几年后 岳父岳母相继过世 伊佑未门找对阿妍 丑陋的容貌忍无可忍 总想着该怎么送走 这面目可憎的丑老婆 这时伊佑未门的上司 伊藤喜宾未的小妾怀孕了 喜宾未觉得累赘 想把小妾和腹中的胎儿送掉 于是把小妾给了伊佑未门 并答应附上一笔赏金 于是伊佑未门用尽各种手段 骗阿妍喝下毒药 在毒发之际阿妍眼睛肿胀 面色发青痛苦的挣扎后死去 伊佑未门顺利把小妾引进了家门 隔年喜宾未的女儿出生 几年后伊佑未门又和小妾陆续生了三个孩子 就这样安安稳稳的过了几年 直到长女14岁那年的于南盆街 傍晚一家人在院子乘凉时 忽然听到了 伊佑未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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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子的身影闪过了长廊的镜头 伊佑未门吓得往空中放了三枪空弹 以示威吓 没想到当时才三岁的妖女 被枪神吓得当场断气 以此为开端 田公家接二连三的 发生了各种诡异的事 先是小妾无缘无故暴毙 伊佑未门的孩子们 也陆续发生意外身亡 某天伊佑未门在修理屋顶时 不小心失足滑落摔了重伤 在家躺了几天后伤重不治 不止如此 连伊藤喜兵未一家也难逃命运 都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死亡 除了那日厂廊上的鬼影 没有人看过阿妍的鬼魂 但街坊向羽议论纷纷 都深深地相信 这是阿妍的鬼魂在作祟 为了平息阿妍的怨气 人们在四谷田工家的遗迹 建立了鱼岩道河田工神社 以供奉阿妍的亡灵 四谷怪坛被认为是日本最著名的怪坛 根据真人正式改编 一直到现在 这个故事被翻拍成电影超过30次 而位于东京四谷的鱼岩道河田工神社 据说对商业繁盛 心愿达成 合格期愿 甚至是地结良缘 都很灵验呢 现代人喜欢听鬼故事 古人也不例外 尤其是在夏日夜晚 听个鬼故事 让人身心特别凉快 关于白雾雨的起源 有个说法是来自于 士丁时代武士的试胆大会 参与者要经过恐怖的体验 忍受精神上的恐惧感 来证明自己胆势过人 一直到了江户时代 这种恐怖的游戏普及到了民间 在夜晚 人们点起灯 互相诉说着 从各处听来的恐怖故事 久而久之 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怪坛文化 而日本的三大怪坛 鸣巫夫 牡丹灯笼 四股怪坛 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至今仍持续影响着日本的恐怖文化 你们有听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怪坛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我是老哥 我们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